Hello 各位主婦和私工 欢迎回到Tommy的频道 今集想和大家走一走Tommy在洛杉矶其中一间都挺喜欢的超级市场Super King 一间在南加州真的什么都可以卖的超级市场 而我一个星期买菜要花多少钱呢? 在洛杉矶生活的各位因为高通胀应该感受到百物腾贵 特别经常去超级市场买菜的人应该不能看得出 今天主要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星期是Super King的减价产品 而如果你是素食的人士 今天的影片会展示出一些肉食 可能会令你感到不安、不便之处、敬禧原谅 上周Super King的黄土减价69,1磅 今周轮到旁边的Audi 75,1磅 不过Tommy还是要上班 和各位南加州的斗争之中就新败名裂 哪都要买两盒99,1磅 而白土和陶薄鲤 Super King今周是79,1磅 不懂分的朋友 记住有毛的就是土 没有毛的就是陶薄鲤 黄布林 99,2磅 然后水味的华盛顿车离子 2.99,1磅 价格比上年贵了一大截 也是因为天气的问题 车离子怎么分 比较大一点 颜色又饱满一点 就是华盛顿的车离子 通常当做都是6月到8月 但是4月到6月份当做的加州的车离子 就会比较甜 过了这几个月 你还要吃车离子 就要等到年尾的智利车离子 西瓜39,1磅 香蕉 墨西哥泰椒69,1磅 橙99,1磅 上个星期减价都买不完的大陆姜 69,1磅 有些妈妈可能会认为 一些意外怀孕的女孩 把她们肚子里的孩子打走 非常残忍 但Tommy看到这些主妻 在超级市场选香蕉 选番茄选姜 一定要撕开她们 撕坏她们 选择自己喜欢的部位 我真的很心痛 Super King已经算是 南加州少数族裔超级市场里面 少数是不会明文呼吁大家不要撕招 又或者将货文独立包装到超级市场 他亦都已经用一个这么低廉的价钱向他倾销 你还想怎样呢? 鱼衣金蓝 1元有3棵 韩国的萝卜 红萝卜 1元有2磅 然后花生 1元291磅 Tommy可以人头薄糊头 在洛杉矶的超级市场里面 没有任何一间花生 可以便宜得过Super King 有意见的朋友 可以在下面留言 看完蔬菜、水果 看看肉类 这个星期减价 中国的急冻金仓鱼 2.991磅 但记住这些鱼是未湯的 自己拿回来慢慢搅 中国的急冻非洲则鱼 有些人称它为鱼 2.991磅 加拿大三文鱼柳 8.991磅 三文鱼扒 6.991磅 剩下的三文鱼头 2.991磅 平时减价都要2.5-3.5 1磅的越南急冻鲰鱼柳 唐人超市通常都会写成为 龙利鱼柳 这里今天是4.991磅 和唐人超市买的一样 小猪排骨 3.491磅 上星期减价1.991磅 现在2.991磅 阿瓜多尔30-40 有头中虾 3.991磅 牛展1.991磅 牛展1.991磅 各位妈妈可能会争拗 这个不是牛展 之前也说过 唐人超市买的 是打直切的 所以没有骨 而其他超级市场 是打横切的 所以中间是会有一块骨头 但两者都是牛展 Beef Shank 其实Juber King 还有很多其他产品 如陷于经济危机的 斯里兰卡 所出产的红茶 Lipton Yellow Label 各式的梁油杂货等等 不过今集就不和大家一一介绍了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两大袋买了些什么 4磅的桃薄梨 10磅的白桃 1磅半的布林 3磅的香蕉 3磅的加拿苹果 2磅半的Cherry籽 7磅半的花生 1颗鱼衣金蓝 3磅的葱虾 4磅牛展 2磅半小排骨 1磅三文鱼头 3磅半金仓鱼 成为$77 的确比起几年前去超级市场买菜 所以用到$50-$60 是多一点的 三个一个星期就基本上吃不完 蔬菜前几天就买了 花生就是家里的战略物资 吃上三四个星期 等到下一次减价再买 三文鱼头的话 大家可以买回去 滚下节瓜 滚下番茄 洋葱 萝卜 豆腐之类 牛子 加上番茄 薯仔 西芹 椰菜等等 可以煮一个杂菜汤 有头虾 用来做滑蛋虾仁 剩下来的虾头虾壳 加上大地鱼 就是煮面的汤底 小排骨 煎炒煮炸都可以 甘仓鱼 清蒸 干烧都可以 当然不要忘记 所有的菜头菜尾 虾头虾壳 鱼的内藏 都是堆肥中的黄金 所以如果大家是生活结局的话 真的不一定 每一天都是吃肉酱意粉 如果我只是赚乐餐鸡的最低工资 一个小时大概16元 虽然我就真的买不起外国的牛油 我就只能够买 Grocher Outlet 快过期 菠萝油必不可小的 新西兰Anchor牛油 或者是Audi平民版的Carrie Gold 但都只需要工作5-6个小时 可以简简单单吃饱一个星期 在个人理财里面 比起通胀往往更大问题的 就是生活方式通胀 Lifestyle Inflation 昨日的生活态度 可以令你有一个安稳的生活 但为什么当你赚多个钱 意气风发的时候 为什么你在踐踏一些 可能制愈不及你的低下阶层 去攀爬更高的时候 却忘记重建是如何生活呢 当经济环境一旦逆转的时候 有很多事或者是掌握在大家手中 下一集再见 拜拜